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寻春秋 铁锡英国想必诗人并不陌生 英国在大地里发现后迅速崛起 随后他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由于英国在世界各个大洲存在大量的殖民地 因此强盛时期的英国一度被诗人誉为日不落地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欧洲各个国家迅速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 英国同样如此 他们将心热的目光对准遥远的中国 经过罪恶的鸦片战争后 我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成功打开 他们掠夺了我国大量的领土财富 以及国宝文物 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乃至八国联军的入侵 我国绝大部分国宝几乎流入英国建立的大英博物馆 众所周知 大英博物馆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荣誉 原因在于博物馆内部 藏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逆天文物 其中包括我国大明时期的永乐大典 东京大画家顾凯之的爵士画作《洛神复途》 以及昔日罗马帝国的我伦碑 罗塞塔石碑等 第七罗塞塔石碑想必是人对他不顺了解 这家文物一度被誉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国宝 不要看他只是一块不省眼的玄武石 最珍贵的是在石头上详细记载了古埃及国王 托勒密武士登记的诏书 这封神秘的诏书包含早已失传的古埃及象形文字 希腊文以及神秘的天书佛号 这件文物经专家发掘后 立即被英国方面带进大英博物馆 它的出现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便是我国的国宝文物《洛神复途》和永乐大典 《洛神复途》由东进最富盛名大画家布凯之所作 二战时期 中国军队在缅甸帮助英军脱离被困之围 英国为了报答中国的救命之恩 让英国政府在女史侦途 以及一向潜水艇中而悬疑 永乐大典为我国历史上又一逆天文物 朱利成功篡位后 他不仅派正和七下西洋开创永乐盛事 他暗中让大名两千多学者编撰永乐大典 这部书据说包含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它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包含图书种类最多的古籍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这些留落在外的逆天国宝 最终能够回到我国的怀抱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整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